嗨,大家好,我是大表姐 今天股市长得非常好 一片红红火火,黄黄糊糊 这个股市怎么跌下去,就怎么涨上来 房地产也是一样 希望呢,我们在这些经济的潮起潮落中 不要当韭菜 那如何才能避免当韭菜,跟上富人思维呢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贫困的本质是什么 贫困的本质呢,是像穷人跟有钱人 他们接受到的信息渠道不一样 富人呢,更倾向于接受正面的,乐观的信息 而穷人呢,喜欢接受一些负面的,不乐观的信息 打比方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像大数据呢,他喜欢推送一些个人偏好的信息 富人呢,他总是在财经新闻中寻找机会 打比方说,现在这个全球的经济危机 或者是通货膨胀,资产下跌 在这种信息中呢,富人他们会寻找机会在哪里 比如说,如果是资产下跌的时候 他们就在想,正好我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 买到优质的资产,我要从中寻找一些被低估的资产 比如说房地产,比如说股票 他们低价买进去,然后等待川暖花开 等待经济好转,然后他们就可以卖出一个更好的价格 同时他们以低价买入资产之后 能够很好的跑赢,抵抗通货膨胀 等到经济好转的时候 他们的资产增值非常厉害 他们的个人财富就会实现更大的一个提升 然而穷人呢,他们看到的永远是消极的 房子再也不能买了 股票下跌,只能割肉 经济再也不能好了 其实就从这一年的情况 大家都可以看到 股票永远是起起落落 没有说永远不好,对吧 上周什么我们的中概股不行了 然后什么现在又是各种各样的经济传闻满天飞 有的人甚至说我们要走回头路了 长江黄河不会倒流,放心吧 咱们上面的人手里掌握着大数据 比咱们聪明呢,不要自作聪明 自作聪明就是永远割肉在最底部 每次反弹的时候你都踏空 穷人呢越是消极悲观 大数据越是给你推荐一些消极悲观的新闻 然后吓的是房子也不敢买 任何资产都不敢买 现在这个利率本来已经很低了 房地产价格也是回调 基本到了冰冷期 对于刚需来说本来你是买房上车的好时候 但是吓得不敢买 然后那些有钱人反而在寻找低估的资产 他们已经默默的买入了一个又一个的优质资产 这就是区别 第二呢就是穷人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 而且往往是一些错误的信息 选择性的相信 这其实跟前一个观点 它是密切相连的呼应的 因为你接触的老是一些错误的信息 你自己选择性的相信了错误的 所以在每一轮的财富分配中都是处于弱势 第三就是富人愿意冒一定的风险 愿意付出一定的成本 但是穷人往往恐惧付出成本 打比方说买房子买股票 都是需要先付出一定的成本 但是呢穷人不愿意 买房子的时候低了还想再低 房子跌了30% 他就喊还要腰斩 然后直到他错过最佳购房时机 最后涨的时候他又心有不甘 就觉得我在那么便宜的时候 没有买现在涨了这么多 我就更不能买了 我就再等吧 像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啊 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的 低的时候他觉得还要更低 不愿意付出一定的本金 涨了之后他又心有不甘 然后一错再错 害怕承担任何的风险 总是想抄在最底部 就是世界投资大师都说了 没有人抄底能抄在最底部 就是只要你不加很高的杠杆 是自己需要的 自己承受能力范围内的 还没有说谁买房子后悔的 特别是像在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 没有人后悔 房地产永远是在一个低谷之后 然后走出低谷 他就是反弹的 股市都能反弹 房子会不反弹吗 再一个就是呢 就是贫困的本质是因为 穷人不爱学习 我的粉丝中有很多藏龙卧虎的 他们已经在经济上非常成功了 但是他们都一直在不停的学习 还给我推荐了很多的好书 因为我说我在炒股方面 没有什么研究 我不知道一下该看什么书 我的粉丝朋友就给我提供了 几本好的书 之前我也给大家推荐了 在我的橱窗里都有 投资最重要的是 还有周期 是一个炒股非常成功的朋友 给我推荐的 也正是因为他的推荐 然后我一看也比较符合我的理念 我之前就说了 投资你是需要有一定的信仰 还有比较坚定的信心的 就是不要慌 特别是当这个市场在恐慌的时候 你要镇定 别人恐惧你贪婪 你不说贪婪 起码你不能跟别人一样慌 然后他又推荐我看了这本书 我一看 投资大师 霍华的马克思也是这么说的 没有东西会轻易的归零 所以呢 在上周股市下跌的时候 我自己的股票 我不仅没有割肉 我还又补了一些仓 所以今天呢 我就是收获满满 就是要学习啊 很多人自己不学习啊 你看生活中比较穷苦的人 一直是处于这个经济贫困的人 你去问问他 他保证是不爱学习的 宁愿多吃几个麻辣烫 多吃几顿烧烤 也舍不得就是花几十块钱买本书 你像我自己真的是不停的在学习的啊 就是不是说我是空口说让别人学习 我自己也学习的 包括这些投资大师 他们都是不停的在学习 巴菲特也都是不停的在学习的啊 最后一点就是 富人喜欢聆听 穷人喜欢抬杠 我就发现啊 在很多这种分享房地产投资啊 包括分享这种生活方式的作品下边 我也关注了有好多个就比较优秀的博主 他们自己就是 北上广深都是业主 有的是金融的高管 人家但凡分享一下 对这个房地产的一个看法 有一些杠金就在下面说 哎呀那你多买几套吧 他不去思考别人讲的这个逻辑 对不对 也不去想一下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 自己是否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让自己就是走上共同富裕这个路 他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就是 最好把那些富人的东西通通没收 不管他是靠努力得到的 哪怕他是靠努力靠奋斗得到的 最好把他们统统没收掉 都分给我就行了 我躺着就行了 总有一天国家会分给我的 你今天给我一只一买就涨的股票 我可不想学习 然后像我们做一只股票 都是经过几个月的操作才赚钱 他就说哎呀你今天哪怕告诉了他 这个股票他也承受不了中间哪怕一点波动 就是你必须给我天天赚钱 殊不知道当你在嘲笑我的股票下跌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又进行了一个降低成本的操作 我的股票更多了 我的成本更低了 等到那一天我卖出的时候 我会挣得比你今天看到的更多 其实你想一想 在这次疫情中间 我就想知道 如果什么都指望国家分配的话 不靠你的学习 不靠你的努力 不靠提升你的认知的话 请问在这次疫情中 你分到什么东西了吗 就是疫情中分点物资 你都分不到好的 室都抢不到热的 你为什么指望什么房子啊 还有别的财产 由国家来分配呢 你是谁呀 国家一定会给你分的跟别人一样多呢 醒醒吧 真的不要抱这种幻想了 要想摆脱贫困 要想共同富裕 首先还得靠我们自己 国际歌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吗 没有什么救世主 一切还是要靠我们自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些许道理 能够学到一点东西的话 记得关注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